历代之下第21、22章 在这两章里面 我们要来看到神是如何保住了大卫王的血脉 我们知道神跟大卫王立了盟约 应许大卫他的后衣 不断有人能够坐在宝座上 甚至到最后就是预言了 耶稣基督自己将会是大卫的后衣 而且能够永永远远地坐在宝座上 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这一路上 怎么样来保护他自己的盟约 但是在第21、22章里面 神的这个盟约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差一点大卫的血脉就要断了 我们看到在前面讲到约沙法王 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好王 他不仅自己定义寻求耶和华 而且他在各地各城来设立的审判官 教导人们怎么样来遵行神的道 而且他自己也带领他的百姓 一同地来寻求神在为难的时候 然而他唯一的破口就是跟恶人亚哈王交好 甚至结为亲家 也就是让他的儿子 继任的儿子约兰 约兰王来娶了亚哈王的女儿为妻 结果就祸患无穷 差点就把大卫王氏的血脉给断了 多亏耶和华守约师慈爱 大能的守存留了约沙法王的一个孙子 唯一存留下来的一个孙子 约阿师 那我们看到 就是这个约兰做了王之后 他居然就做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一个恶事 就用刀杀了他所有的弟兄 以及以色列的几个首领 那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恶事呢 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为妻 所以他一生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那在这个约兰的年间呢 以东人就背叛了犹大 那不仅如此呢 我们看到约兰呢 在各个山上来建筑秋潭 是耶路撒冷的居民 来行这种拜偶像的邪淫 这个时候呢 甚至神拆派北国的大先知伊利亚 来跟约兰传递了一个信息说 耶和华神如此说 因为你不行你赴约沙法和约沙法和犹大王亚萨的道 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因为他娶了这个亚他利亚 这个亚哈王的女儿为妻嘛 所以呢 当然就会受到这样的污染了 就行了北国以色列诸王的道 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 跟亚哈家一样 又杀了你富家比你好的诸兄弟 所以呢 耶和华要降大灾给你的百姓 跟你的家人 你的肠子也会患病 那后来呢 你的肠子会坠落下来 所以先知以利亚就发了这样的一个 非常显恶的一个预言给约兰 但是约兰还是没有悔改 那后来呢 耶和华就激动非利士和靠近古时的阿拉伯人 来攻击约兰 那就掠掠了王宫里所有的柴货 那甚至呢 把他的儿子呢 全部都杀了 只留了一个 就是约哈斯 又叫做亚哈谢 那这些事以后呢 这耶和华就是 约兰的肠子呢 就真的患病 过了两年以后呢 肠子就坠落下来 他就病重而死 那因为他行的这些恶事 所以呢 甚至都不能够埋在猎王的坟墓里面 所以约兰真的是行恶 那接下来呢 这个亚哈谢就接任约兰来做王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亚特利亚 就是他的母亲呢 为他祖谋 让他行恶 所以呢 亚哈谢也做了 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跟随亚哈家的这种做法 然后呢 他又跟这个亚哈家 一起的 这个跟亚兰王哈薛来征战 那结果呢 这个约兰就 以色列王 约兰他就受伤了 就回去养伤 然后呢 他这个 就后来耶和 要杀这个亚哈家的这些后代的时候呢 看到亚哈谢也藏在那个地方 所以呢 耶和把南国的亚哈谢王也一并都杀了 那这个时候呢 亚哈谢的母亲亚特利亚看到自己的儿子死了 他就起来剿灭了犹大王室啊 就是把这个大魏的后裔全部都要杀死的 但是呢 还好神呢 保留了亚哈谢的一个儿子叫约阿师 那时候他也几乎才一岁 所以他的奶妈呢 就带着他偷偷的跑出来 就藏在圣殿里面 那亚特利亚呢 就篡了国位 成为在以色列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女王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 当初 这个约沙法王 他就是 跟亚哈王 这个最好的王跟最坏的王 他们两个年轻的结果呢 就大大的败坏了 犹大国的这个 这后来的几个王 所以我们这次看到 非常的令人惋惜 然而 在人的软弱当中 在我们的破口当中 神依旧是守约 施子爱 所以呢 仍然为 约沙法王 为大魏的王室 保有了一个血脉 就是约阿师 就是还在 婴儿的时候呢 就逃亡 逃命成功啊 所以我们就看到 其实呢 在这个历史的发展里面 神始终要成就 他自己的应许 成就他的盟约 所以我们是可以信靠神 信靠他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 我们在约沙法王的 这个一生当中看到 我们学习到要警戒的 就是不要跟这些恶人 这个交往过密 帮助我们 真是能够 能够持守的敬虔 让我们的 后面的世世代代 也都能够 来行在你的旨意当中 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尽心寻求耶和华 如同约沙法一样 我们这样祷告 奉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